每个人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人 可以选择浪漫 可以选择踏实 可以选择不要孩子做丁克 是吧 也可以选择子孙满堂 可以选择独婚主义 也可以选择跟爱人好好的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但一是一 二十二 别说着这套 做着那套 那就叫衣冠禽兽 被图老师怒斥 衣冠禽兽的人 正是今天的男嘉宾小刚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被老师这样说的 事情还要从小刚吃软饭说起 你们俩交往期间 谁花钱花得多呀 一直都是我在花钱 你前前后 我跟他发生了多少经济往来 加起来已经是二十多万左右了 男生小刚二十五岁 女生小倩二十五岁 在两人交往的这段时间里 小倩前前后后 在男友身上花掉了二十多万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么这些钱到底花在哪了呢 我不是开个画室 开画室是吧 你开画室 我是不是拿钱给你了呀 我拿了三万块钱 给你去开的画室呀 小刚毕业于艺术学校 开个画室 本来也是正对口 对于一个在家 无所事事的人来说 这个要求女友立即满足 并且出资三万元帮男友 把画室开起来 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了呢 那你说吧 那好不容易就来了几个客人是吧 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聊得嗨了 你就直接把那话题给送给客人 你单是想过吗 生意本来就不好 然后每天都在亏着 我现在连繁租我都交不善了 我 可想而知 由于男友的经营不善 最后还是失败了 但小刚并没有就此把休 依然坚持再次创业 而这次是想开一家服装定制 同样也是女友出资 这次小倩拿出了五万元给男友创业 本来以为学过服装设计的男友会成功 哪曾想 小刚根本就不是一个求上进的人 他整天嘛就有手好闲的 不正义 然后三两天的都没人意 然后你看看屋里面像店的样子吗 都乱七八糟的 这个定制工作室现在还在吗 现在已经没了 主持人都已经开到 小倩前前后后为男友投资了两次 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八万元就这样打水漂了 而一毛不拔的小刚却不以为然 不知羞耻的竟说出这样的话 这两家店你投资了吗 我投资 人力 高 你看他说的这个 此话一出全场观众 都为这样不知羞耻的人感到可笑 不得不说 不花自己的钱 创业还真是没压力啊 而像这样的事 不仅仅是这些 还有更可记得 此时 女友小倩提起了一件男友不守承诺的事 你之前你还跟我求婚 你还记得了吗 这个你 你觉得那么浪漫的一个场景 不适合求婚吗 不不不 结了吗 求婚之后 他说结婚 然后我推辞 六个月前 在一个浪漫的场景下 小刚向女友求婚 当时女友也同意了 可之后 小刚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一样 对求婚这件事只字不提 如今女友想要结婚 却被小刚果断拒绝 理由竟是这样 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没必要结婚啊 现在我们还年轻对吧 还有很多憧憬 我们应该活在 当下干嘛一定要走入婚姻的殿堂 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之后 我们就会被婚姻给束缚住自己 那你干嘛跟他求婚啊 事到如今女友想结婚 却被男友用这样的说辞拒绝 由此可见 当初求婚根本就没走心 只是配合当时的浪漫场景 走个过场罢了 但女友小倩 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一直想和男友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男友一直推脱两人的婚期 但时间不等人 之后发生的是 直接让女友崩溃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你说这个不结婚是吧 我觉得当时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慢慢的等 但是后来呢 后来我等不了了 后来我都怀孕了 怀孕现在不是没了吗 孩子 你这样说 你简直就是一个混蛋 知道吗 之后女友怀孕这件事 让两人的婚期必须提前 但这对不想结婚的小刚来说 是一个坏消息 之所以小刚在台上说出 这样狼心狗肺的话 其中的原因让人气愤不已 孩子怎么没的 但是吧 我就知道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事 他妈就感觉什么都不在乎的那样 那种表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 你就把孩子给做了吧 那就就这样丢了一句话给我 然后甩门就去了 为了不想结婚 对怀孕的女友冷脸相待 竟要求把孩子做掉还摔门而出 女友见这种情况立马慌了 给男友打电话不接 人也找不到 此时的小倩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啥当初求婚那么浪漫 如今有了孩子却故意逃避 面对这样的事情 小倩也是没有办法了 只能孤身一人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当这些事都处理完后 小刚终于显身了 但之后的态度更让女友心灰意冷 小刚的这番说字 听着主持人撇嘴一笑 明明是自己不负责任 反倒说起女友的不是 那么面对这样的渣男 小倩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就想告诉她 我就想平平淡淡的 平平稳稳的过日子 小倩只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 就是这样的简单要求 男友都达不到 却还好意思厚着脸皮 吃女友的用女友的 粗力估算小倩给男友花掉了20多万 但无论小倩付出多少 都不能打动这个医官禽兽 甚至把女友准备买婚房的钱 也都占为己有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求婚了之后 我就说打算买婚房 然后她就说她不同意 我跟家里面拿的钱 我就把那钱嘛 就给存到那个卡里面去了 过两天嘛 我就发现 我的钱那么就没了 其实这件事 还得从六个月前求婚时说起 当时小刚向女友求婚后 小倩就有了买婚房的打算 于是就向家里 要钱存进了自己的银行卡 但没过几天 这个钱就没有了 可想而知 这笔钱是男友拿走的 可小刚并没有向女友说实话 而是编造了一个理由 说是给朋友做生意借走了 直到小倩遇到那个朋友后 才得知男友拿钱的真正目的 后面我遇到她朋友吧 然后她朋友就跟我说 没这回事呀 她说她好像是说是 说是怕你要跟她结婚 你在逼婚 然后她就把你这钱给残起来了 原来小刚是怕女友逼自己结婚 所以才把这笔钱偷偷地取出来 存到了自己的卡上 但小刚真正的目的还不止这样 在娶老师的追问下 小刚说出了实话 钱打实了 到底是你藏起来了还是你花了 我把它就是先拿到我手里了 然后我想花我就花 有的时候我也会为他花钱 那是你的钱吗 拿着别人的钱 竟能理直气壮地说想花就花 这种厚颜无耻之徒实在是让人气愤 视频看到这主持人都有些百思不解 就这样的男人 小倩还要跟她结婚 一个厚颜无耻 败光二十万如今却不想结婚 还逼气打她吃软饭 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小倩竟然逼着她和自己结婚 主持人听到这也是气得不行 面对这种情况 还是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姑娘想问你啊 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 谈恋爱的话是为了以后准备 我跟人谈恋爱 我觉得我的目的 出于首先是跟别人结婚的 不是那种闹着玩的 你的目的 谈恋爱的目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跟他要结婚 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宝宝对吗 对 那你觉得这个男人 他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他只是暂时的 不理解的 他会改的 他现在所有的都是为了 他自己在很高兴地谈恋爱 包括他在说 为什么跟你那次求婚 他是因为时间对了 环境对了 很浪漫的氛围对了 所以我要跟你求婚 但是他理解的这个求婚 不是要负责任 只是当时感觉对了 所以姑娘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看清楚 他到底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 并不是你对他有期待 然后他就会像你期望的那个样子 就变成那个样子 明白吗 老师说了这么多 看来这个女孩还是傻傻分不清对错 还沉浸在所谓的浪漫当中 对于男生所做的这些老师们 都已经气得不行 但在女孩眼里 这些都是小事 并且相信她一定能改 已经把自己的期望当成了现实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 实在是令人无话可说 接下来 曲总劝女生赶快醒来 不要再做梦了 你开始清醒了 你之前还是在童话里 现在你变了 因为种种的事实 你变了 你已经慌张了 你已经觉得不对了 你觉得为什么 你承诺的事情都没有 为什么我为你生了小孩 你就这么 一点都不顾你的身体 和你的感受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关怀 你还要妄想说 你娶我 你就嫁给他吗 你还要继续这个噩梦吗 想求婚就求婚 说不结就不结 想要孩子就要 不想就不要 这不是一个 可以托付终身 幸福的男人 是时候跟他说再见 作为一个女孩 可以分不清好坏 但不可以不自重 这个男人 给你带来了诸多伤害 事到如今 你却向他逼婚 这确实有些不符合常理 所以赶快清醒过来 说再见吧 接下来 下一位老师 同样不能理解 女孩逼婚的做法 你有想过 你父母的感受吗 你把他们赚来的钱 画到了这样的人身上 他对你好也可以 结果是什么 你还要想嫁给他 你还原谅他 我觉得你现在是 对自己不负责任 因为什么 一个女孩 你首先要懂得自爱 你连爱自己都没学会 你有了孩子 她有责任 但是这个最大的责任 应该是在你自己身上 你连自己 都没有保护好自己 你要求别人 对你负什么责任 你想不想过 你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 你把钱还人家 知道吗 你还站到这儿 振振有词的 一个女人都怀了孩子 去医院你都不去 你还谈浪漫 虽说男生的做法 让人气愤 但归根结底 不是一个人的错 女生在这些事当中 除了不自重 还有就是放纵 任由别人的践踏 不知道保护自己 这样的态度 还想让别人 对你负责任 简直就是自欺欺人 而对于男生来说 就俩子还钱 此时 涂老师也气得不行 再一次质问女生 一个重要问题 再问你一遍 你还嫁给她吗 你要是说 如果她娶我就嫁 那我就懒得废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哎呦 谢谢你考虑 你嫁不嫁这事 在我这儿 特别重要 她决定了 能不能气死我 涂老师此时 也是强压怒火 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 如果说女生坚持要嫁 那说再多也都是废话 不过看女生的态度 我估计说了也白说 但是作为一个 专业的情感导师 再怎么生气 也得忍着 既然说女生 也没什么用了 那就说说男生吧 男生啊 我跟你说个原则 你可以选择浪漫 是一种人的行为方式 但是你不可以 在浪漫的同时 吃软饭 拿别人的 用别人的 你口口声声谈爱 你让她一个人到医院去 做流产 你连赔都不赔 请问你的爱在哪 你表面上文质彬彬 吃别人用别人的 你表面上说 我要做一个独婚的 或者我现在不想结婚 你又偏偏要跟人家求婚 你不耍流氓吗你 我说的没错吧 每个人可以选择 做什么样的人 可以选择浪漫 可以选择踏实 可以选择 不要孩子做丁克 是吧 也可以选择子孙满堂 可以选择独婚主义 也可以选择 跟爱人好好的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但一是一 二十二 别说着这套 做着那套 那就叫 衣冠禽兽 表面上文质彬彬 又搞浪漫 又求婚 口口声声说爱你 结果 却不和人家结婚 并且还吃着女友 住着女友 如今拜光女友20万 还想要拖下去 继续吃软饭 这种行为 被图老师 怒斥耍流氓的 衣冠禽兽 一点都不为我 虽然老师们的话 拒拒扎心 但选择权 还是在两人自己的手中 结果怎么样 还要看 他们俩自己的决定 接下来 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吧 我是爱你的 你也知道 原谅我吧 下面我会好好的改 我会努力工作 赚钱养你 相信我 我爱你 你确定你一定能改吗 能 也能发个誓给我吗 他太冷了 他就擅长这个 我发誓 我爱你 我要娶你 行了 视频看到这我估计 结果大家也都能猜到了 此时图老师 气得又要溜 结果被主持人 一句话揽下了 看你这样 我还是先溜了吧 都别生气了 都别生气了 生什么气啊 不不也别溜 我们应该祝福他们 如果他们在一起 记住我们的那句话吧 彼此相爱为民除害 彼此相爱为民除害 这话一点没错 既然一个怨打一个怨爱 说的再多 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祝福他们吧 可想而知 结果还是选择了在一起 这时图老师虽然没溜 但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 于是拿个牌子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对情侣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